Every time we touch, touch, touch We don't have to be rush, rush and rush 巨型曲奇的故事其實是關於溝通的 你問我是說什麼 很多時候我們會在溝通的時候覺得沒有出路 甚至乎有不信任 或者沒有信心對於生命 而這個戲想探討的就是當下的愛 其實什麼是最重要呢 當我們覺得沒有出路 大家溝通不了的時候 是不是要捉得那麼緊呢 放一放手 隨便一會才能溝通 才會不會容易見到溝通空間呢 亦都有關於婚侶情 親情 亦都有關於 到底一件事這樣做是對的 還是錯的 其實最終灰色是什麼呢 我們是探討這些事情 我們這次都用了很多方法 例如會想一個 怎樣的導演風格 風格 風格 令到這個故事 會更加吸引 更加適合主子 中間我們有很多分享了我們對自己父親的愛 怎樣去相處 以及自己家人 我們昨天說了一個問題 其實你有沒有試過突然懷疑你身邊最親的朋友 或者家人 他們有沒有愛人 其實當這樣的時候 都幾慘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已經夠混亂 我們已經很難很相信身邊的人 很多時候 我們身邊的甚至乎就是手足 其實當信任那麼脆弱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呢 這就是我們談到的話題 為了 我們可以跟我們一起去 我們可以跟我們一起去 這個世界 做得好 我們可以跟我們一樣 Syracuse 我們可以跟我們一起去